恒大集团近日通知两间银行暂停支付 9月21号到期的贷款利息 8号到期的理财产品恒大财富至今没有兑付 有员工在网络上透露 恒大99%的员工都买了恒大财富产品 因为之前都有任务的 还有同事贷款买的 有员工在群里透露 公司高层已脱身 自己的理财产品已提前兑付 扔下他们不管 有员工亲戚朋友的血汗钱都在里面 10号深圳恒大总部大楼聚集大批员工维权 有人在大楼门口举牌 上面写着恒大还我血汗钱 恒大坑害职员工 大家都在维权 这么多人都在维权 好多 这个只是凤毛领角的 其实其中很小的部分的人 这是恒大的51楼的办公室 还有聚集在一楼大厅讨钱 一名带棒球帽的女子激动到与跳楼被阻止 10号记者拨打恒大客服电话已不通 有受害人打电话给银保监等政府部门都相互推诿 公开资料显示 恒大员工20万人 在280多个城市 拥有1300多个项目 每年解决就业380多万人 在世界500强排名第152位 8号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将恒大集团评级 从CCC Plus下调至CC 接近最垃圾等级 中国各地恒大办公室都出现大批人潮 追逃血汗钱 还有讨薪的员工 新唐人记者熊斌晨洁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熊斌晨洁采访报道